我是一头 欢迎回来 我们要来关注的是在奥地利维也纳 进行了三个礼拜的伊朗核协议谈判 在伊朗叫停之下 目前暂时休会 而欧盟的代表希望伊朗最好在年底之前 赶快重返谈判桌 不过2018年退出核协议的美国就说了 要美方重返协议 就必须要求伊朗遵守2015年 核协议所设定的条件 美国还强调 如果伊朗持续推进核计划 将根本损害2015年核协议的可行性